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介紹三方辯源 首先是政方主辯 李宗盛 現在等我介紹三方辯源 首先是政方主辯 李宗盛 第一副辯 何俊橋 第二副辯 何安寧 第二副辯 鄭思行 反方主辯 查郁 第一副辯 何俊明 第二副辯 林樂施 第二副辯 林樂施 第二副辯 林樂施 我們很高興請三位評分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香港社會大學中文言論隊 成為了李宗盛 莫高中學中文言論隊負責老師 張宏盛 加入泰宇張學前言論隊隊長 鄭雅瑋小姐 本場比錯心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 卻結辯共同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四三三四 公辯則為回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則為回方三分鐘 好似白人時間結束前三十秒 有燈一響提示 夠鐘則有燈兩響提示 消時十五秒 職位列經理下 詳細賽區已經發佈給局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不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同期時會暫停比賽 加入三位的副職場準出賽決 請問最後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先由正方主便開始發言 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分析 準備好可以分析 即是英超、世界、國立界星 歷史歐國會扣人心嚴 達到球員、球隊最大的光明 球迷最熱的期待 必然是四年一度的世界輩 只因世界輩將這段全球 類不分種族膚色 政治經濟分歧 製靠實力、貢献究竟 正如2014年 巴西世界輩的主題曲 《光靚》等歌 按摩此一體力 懷抱著這個理念 在9月3月 國際中協會員國一節 通過2016年 世界輩決賽收改制 由32強增加至48強 首輪賽事已分組退一節進行 32強就開始沿用淘汰賽 新增民家由國賽區瓜分 亞洲、非洲各多四對 歐洲以及中北美洲和加納比海德國分三對 南美洲增加兩對 大亞洲必敵一席 要衡量改制的利幣 標準度在於 第一 那隻可不可以一步發揮到世界局的精神 鞏固世界局的影響力 二 那隻可不可以推動足球的發展 我方提出改制利處有三 首先 改制令到世界輩更具代表性 進一步輸延 透過足球 岸門團結的世界輩精神 正如國際中協主席 恩昏天奴指出 有48週的2026年世界輩 一方面提供了一個獨立的機會 讓大家關上離開法國家的潛力 又同時觸動入心靈和團結成功 讓球發光發現 事實上 今次認爲世界輩第一次獲冠 在1930年舉辦第一屆世界輩時 只有零三大隊的七隊可以參賽 但到了1982年 決賽州由16隊加入24隊 到了1998年 參賽隊伍只有174隊 決賽州由24隊加入32隊 但足球發展永不停步 想來的卡塔爾世界輩 參賽隊伍加入31隊 總共有205隊 比這隻聯合國成功的送還要多 但決賽州仍然維持32隊不變 竟然無法充分反映世界輩的代表成功多元化 2016年的決賽州加入48隊 正好保持世界輩的招牌和影響力 第二 果賽讓更多隊員看見希望 推動約隊進步 果賽之後 即是一些有實力 單尾高強 或者有水準 打不到網上的球隊 都見到更大機會打入決賽州 就像亞洲的伊拉克和其道愛及感 即是南與歐洲 好像智力和歸爾斯 世界排名其實都不低 現在他都有更大的機會 可以去全世界額前一展實力 這些甚至的希望 都在推動最少幾十個國家 努力提升上行運動力 從而推動足球的發展 第三 足球發展的關鍵是之餘 由培訓球員到羅茲教練 由興建設施度籌備出國比賽 再再多要錢 一直以來 單一決賽中 球隊都限制了一筆過900萬美元獎金 這筆錢 客目濃了來興建球隊的治療 宿舍設施 波環可以發展青少年和女子足球 國際組協預計 加強決賽州可以增加到40億美元的收入 全部48隊的獎金都會加碼 另外 持風計劃等會有更多支持 對於推動足球發展的貢獻良多 當然 學金都會大一點的問題 對於總場數加到104場 好像很多 但想真點 每個隊都就是打到1場 他可以負荷 以為人擔心質素受影響 只不過強強對決 擔保強果好看 開始強弱圓著 一旦擔保 不是就是世界本人吸引之處嗎 眾相所失 離多於未絕對成 還有請問右方 世界本人的品牌影響力 是否建基舊代表性 和他和我族球的發展呢 多謝各位 是否設計劃 無論是3分鐘 輸入三分30秒 我超前五歲後分 下方做便 有四分鐘時間 請請大家 一位來實力 請大家 還有各位大家好 世界杯決賽沒有極性 給各個個 高實力球中摔錯球際 選決賽之前的任何阿維賽 要開到機會 給每個國家 要實力表達决賽明明 到各州普遍的國家實力教貧載獲得更多名額 而在擴天之後 去賽州比賽會由原本的64場增到104場 會應付多了40場賽事 賽條會由32日增到39日 而各州的入圍名額亦都會增加 並且在華為賽成精美足以入圍的國家 都可以預算進級去賽州 下兩邊提準則在於 各方面能夠達到去賽的目的 下方兩點又現第一 休息時間不足 增加了受傷機會 以過往的賽程 世界中決賽四位 會決賽在32日內舉行 大部份的球員在每場小組賽之間 有4天的休息時間 獲得福德足球俱樂部 即如阿彦、阿彦、阿彦都指出 如果兩場比賽之間休息只有4天 會令球員在比賽之時更加疲勵 國際職業足球協會聯合會的報告都指出 在2022世界中超過一半的參賽球員 都認為他們的恢復時任不足 令他們受傷風險周加 可見在原本的賽制下 對球員來說休息時間已經不足夠 但那天之後 進一步減少他們的球員休息時間 那天之後 即使多了7日去進行比賽 或是因為增加了 雖時15日的32分合賽賽 全部球隊在每場小組賽之間 剩下3天的休息時間 消在一星期內進行兩場比賽 進行一次的受傷機會高6倍 由此可見 5年之後會增加球員的受傷機會 並影響球員的表現 第二 隊員實力不方比賽則受壓狼 去賽州5年之後 各州入圍名額增加 並且原本體化為賽成精 以足以入圍的16個同志 甚至上球隊都可以進入決賽 以2020年世界杯為例 增加了16個明雅之後 亞洲區的阿聯酋和伊拉克都可以 進入決賽州 但歐朝他們外圍賽的成績 比不起抗予之後 就入到決賽的伊朗 第16和13分 十力不拳 雷掛職業體育連續 全方難的來源都幾少 加入16支 第16支球隊會令小組比賽員 都看著 最終令比賽行為異議 競選組織CivaNow 十次都指出 後面之後會提供比賽的競力 所以各國際足協都認為 目瞭競 去賽州32支球隊 四隊一組的分組賽 就是最適合整體比賽的名式 加入16支球隊會令比賽則數下 總括而言 後面會令賽程度感 增加了球員受傷機會 比賽第50力減少 令比賽質素下降 最後想問有關同學 休息時間少了 比賽多了 球員的受傷機會 是不是多了呢 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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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評判注意 請評判注意 寫公片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 寫次序 特別是法方分子 第一架依分次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架是回答分數 第二架是回答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 去自由開車位 連續公面 請自由選擇 再次回答分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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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令世界各領世界各領 有問我今天都認同何方第一個理處 就是將決賽周圍有多至40萬 可以令世界各領維護世界各領招牌 有問我現在可以多給新舉 令他們有目標和希望進步的時候 提升將球整體水平是何時呢 但決賽就是很有質素的比賽 有問我其實有問我沒有論證過 為何多了新舉呢 我們現在多了奧賽 是否選完準決賽決賽的質素還是會下方 其實我相信不是 因為去到決賽和準決賽的時候 這些球隊一樣是透過重重的比賽 甚至有這麼多競爭的時候 其實決賽和準決賽的質素不單是會下方 反而可能會上升 有問我認為一些新舉進步 對於竹坦的發展來說 是否一個重要的事 他們最後一段不代表中竹坦的表演出 那有可能我認同我們 不是應該只著眼於藥的強度 而是應該多給三個機會 還是整個竹坦的一齊進步 給多些機會 三個可以更加入外圍賽 而不是一些參賽 是的 可能現在外圍賽都是給所有新進參加 但若然有一些對面沒有機會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 我們應該以為 但稍後再出場 給他們擔任全球 那他們兩次 例如有第2名的球隊 又是有第2名的球隊 那他們是輸給第1名 那這個就是選擇 所以我們試用八球 都要通過選擇自己出來 正初公園結束 現在能夠把方公園 把方公園進去 把方公園進去 所以我們要參加決賽隊伍 要增加決賽的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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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更多隊伍可以參加黨 那就可以聽到世界區的名額 但今天由風和原來自己說 他說多了參賽隊伍 但參賽隊伍不等於決賽的隊伍 因為參賽隊伍 我們可以增加外圍賽的名額 讓大家去增加決賽的名額 為什麼要確定呢 因為我們外圍賽本 要比很多國家參加 但是現在有實力 但是同樣是進不了決賽 所以為什麼你說到他這麼有實力 會進不了決賽的 因為他們是一些非全國的強國 還有其他國家 他們一開始32場名額不夠多 他們一開始淘汰了 你說到他是非全國的強國 他這麼強 為什麼他不是可以打贏到其他國家 從未去進入決賽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更加 他應該是更多的位置 他們會更加容易開入 所以為什麼有人打不贏比賽 你要增加的是決賽名額 而不是更加努力去爭取這個決賽名額呢 因為有朋友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增加了名額 那些藥隊就可以更加努力去進步 那我想問我們 現在名額只有32個藥隊 是否全部停在不訓練 不是 不是 但即將名額可以令到一些非全國人 可以跟更加努力 是的 尤方都知道 雖然現在名額只有32個 但強女依然都會繼續訓練 依然都會繼續進步的時候 尤方今天所說的 新加名額令到他們更加進步 根本不成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會繼續去練習 一直以來都會繼續去進步 所以尤方同學 你知不知道賽奇現在有多少天了 總共有56天 總共有56天 還有 尤方是很難的 為何賽奇會有56天呢 56天 還有所有的後備預備賽 和 後備賽和比賽 尤方方面結束 現在尤方方面結束 尤方方面結束 尤方是一組的 你有十三分之間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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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好 剛才尤方的主題 最後問尤方的問題 尤方沒達到 現在再問一次 細加坡的品牌和影響 是不是建基於舊代表性 和推動足夠發展 麻煩尤方下一位 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尤方其實說了很多廢訣 但其實四個會 Morgan 都可以轉移視線 例如當尤方說多資源 更多元的時候,游方說會令質素打降 但其實是沒有反應過游方的理處 因為游方無法投影三件事 甚至乎他們都承認游方第一個理處 就是多了球隊令世界會更多元 二就是抗軍為球隊打開機會的大門 和其他球隊切瘡 三是抗軍可以多賺點錢 球隊多了資源發展 這三點游方是無法投影的 所以既然游方無法投影理處 就必須提出閉處的理解性 游方質疑的只不過是有問題令到利處沒有那麼大 例如游方說他的質素打降 其實游方說質素打降有很多架設 所以游方假設了相對是弱 但待著先,其實是否真的這麼弱呢 剛才游方開篇都跟你說 其實可能他們有水準但不穩定 例如有另一部球星沙拿的外球 有可能是州的席位不夠 所以他們不可以通過外球進去 就算是世界排名高都進不到 例如是秘魯,威尼斯這些地方 然後游方就說 除了質素下降,他們還會受傷 但其實我們見到游方自己也會說 國際職業足球員的跌位就要五日休息 但其實他自己也不夠 所以這件事的反應是甚麼呢? 反應其實不關鋒軍的問題 而是本身世界杯可以安排出來的問題 而且我方也跟你吃 而且我方主席陰昏天奴也跟你說過 我們平均有三天的休息 所以受傷這個問題 真的這麼大 而且有方說到多了這麼多賽事 但其實每一輪 有球員只能比賽多了一場比賽 其實呢 各位大家好 其實大家有聽過 有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 就萬能不能給他們選擇 回歸基本號 足夠發展 最重要的是資源 但我們見到 強如教練冠軍阿根廷 他們的竹劫 在16年也出現過財政危機 幸好美斯知道之後 紙邊吞錢出來 最後才動過難關 傳統的強隊尚且都有這些救世主 但非傳統強隊 亞洲排名低級的伊拉克 政府股款一年只要4萬元美金 而美斯的周身一個星期 有78萬元美金 之後美斯一個星期的人工 去買起他們整支國家隊20年 而且球員訓練好的時候 連足球隊都沒有 要跟牛、羊、爭草地 以上的例子只是冰山一國 很多非洲的國家 例如波特迪亞、江國 都同路庫村 抗軍之後 國籍租協正正預計 賺多40億 主席一分天龍 親口答應 會加大發展給教育的投資 每個國家多一點錢 首先是他們有錢 買機票、租酒店 去踢球 沒有票都給他們怎麼踢球呢 沒有場地怎麼踢球呢 沒有錢搞千塊怎麼踢球呢 請有方解答問題 多謝各位 我們先看今天一分論點一 我們說說現在參賽隊多了 現在這個世界盃就會代表性大了 我方知道參賽隊多了代表性是大了 但問題是參賽隊多了 我們承認應該是要給多些機會去打比賽 給多些機會去國家打比賽 但現在他們是否不能打比賽呢 不是 他們只是進不了決賽 他們有得打外圍賽 沒有得打決賽 因為他們實力不夠 所以進不了 所以原來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不是擴編帶來的理處 原來我們現在只是增加外圍賽的名額的時候 依然都可以做到 任何根本你所跟我們講的代表性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為什麼我們是要擴編 而不是增加外圍賽的名額呢 而我們增加多些外圍賽的名額 令他多些機會去爭取決賽的名額 不是應該是正確的做法嗎 所以如果今天有方自己都承認 那些國家的隊伍是有水準 但他不穩定 就說如果有方自己公辨也承認 他主變成的就是質素不夠 所以問題想問有方就是 原來這些水準不穩定 質素不夠那些強對強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入決賽呢 有方來需要論整清楚 原來今天我們看到 原來其實有很多隊伍 任何國家都需要鼓勵 那你又不是擴展到六十四對八十對呢 如果賽會想鼓勵這些變略隊的話 是不是又要讓他入四場打決賽呢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要給那些弱隊給動力 問題是現在他們毫無動力嗎 不是啊 他們都依然是為奮鬥 依然都會繼續進步 他們打比賽的時候 都依然會繼續去增強自己的實力 這個不是有方來自己打的離處 所以今天原來看到 強弱隊給動力 我們不應該直接給他打決賽 而現在我們變論界 我們想鼓勵這些隊伍去發展變論隊的時候 都不是直接給他決賽去打的 而是給他打我們外圍賽的機會 嘗試不斷去增值自己的時候 難道這才是正常做法嗎 有方跟我們說要增加國際足協的收入 但問題是在於 原來現在有沒有錢呢 有方跟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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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跟我們已經假設了 那32隊裡面的全部都可以拿到錢 但問題是 今天獎金這件事 一定是贏了的隊伍才拿到的 你跟我說非洲這些隊伍的時候 有方都知道那些隊伍不夠強迫 即是他們未必打到決賽 如果他們未必打到決賽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可以拿到獎金呢 有方你們需要林靜 我方知道不是所有國家都可以拿到得多錢 但美斯要拿得多錢是因為他實力強 所以他贏了比賽 問題是若然他實力不夠 為什麼他會拿到呢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原來本身全部球隊的休息時間 由4天到3天 減少足球員休息時間 會對球員造成壓力 根據國際職業足球團隊聯合會的研究指出 一週裡面參加兩場比賽 會增加球員肌肉受傷的機會 甚至英超球隊馬鈴教練哥特丹娜都指出 如果擴拼了比賽的數目會增加 球員沒有時間音色 面對著重大壓力 難怪他們都會說 擴拼了之後會令更多比賽 加入原本很緊密的賽程 難道有些人想見這個情況出現嗎 各位 我們都會認識 有分11秒 本身同時 握分 接著是一方第二 有三分鐘 時間會再加一次 最最後我答應好 其實有方今天是關注自說 只說忽然做比較 首先有方方便已經承認 我方第一個理處 就可以維護影響力和代表性 一副都已經確立了 有方今天不是反對我方三位理處 則是質疑理處不夠大 但尤方有没有想过今天尤方的帝处也是夸大了 其实尤方今天提出所有帝处都是基于一个字 尤方今天假定有很多前置 他们估计新女必然是弱 估计新比赛必然是质素低 但由头到尾都缺乏证据的时候 你怎么相信尤方是猜测呢 首先尤方有一个直线推论 尤方跟人说有新女出现了 他们必然质素低必然就不好看 首先尤方没有踩到新女一文不值思议 尤方要求高就觉得只有32强才有质素 由33强开始到48强 全部都是没质素 全部都是质素 其实他们都是211队当中是48强 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弱队 尤方有可能跟他们的质素低 那他们低了多少呢 尤方有可能是没有证据的 尤方是完的 尤方有可能所依赖的排名 是不能决定这些球队实际真实的表现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霸弹的例子 因为这个质素和好是没主观 以终于球比赛追待的地方 就是在局势难以预料 和我们会期待出现惊喜 尤方也凭什么 这个多了机会当务上 多了喜爱的杯 必然就会下降 尤方有方跟他说 休息时间短的问题 其实尤方就跟他指出 国际资源足球团协会 为5日休息期得 当卡特远都不介绍 有方可否举出呢 卡特远有多少球连受伤 这个受伤多了多少呢 如果归不出伤 其实证明有方影响很大 更何况国际出业主席 欣婚英雄都强调 他们会保障球员健康 确保会两场比赛之间 至少生长72小时 一星期至少一日休息 更何况 有方跟他说 这些球团本身实力不够好 我们这样做是 硬拾一些席位给他 但有方和我就是混乱了 他们进不到沙尔区 因为他们很差 而是因为当这个世界 足球发展的时候 他们越来越多 在这个沙尔区的席位 已经不足以用了 那么多席位的时候 有方我们是不是应该 让他们进步 有方和我今天承认 我们是要多给一些 这些球员 但他们就说 增加外华就可以 其实我们是事实出错 因为外华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参加 是没有增加都不需要增加的 所以为什么要增加小小赛的机会呢 就是因为打外华 没有人看 没有人比的时候 你有什么动力进步 无论看得好看得不好 也没有人关注的时候 你有什么动力进步 有什么动力进步 我今天想给他打小小赛 就是因为希望他可以见到 可能今届入一球 下一届赢一场赛事 再下一届赢得一轮赛事 这种慢慢进步的希望和机会 才可以真正鼓励到球的进步 有朋友跟他说 问我们是否要扩充64 有朋友说今天是否真的炸食 扩充着盐少 再加上讨论的时候 有朋友炸不炸食 这个小赛已经跟上出 彭华姐的脚步 谢谢各位 什么时候炸不炸 这是颜色的 3分钟 9分钟 3分钟 5分钟 有3分钟 6分钟 各位大家好 先来来看今场三大分钟 重点和比较质素 今天有胖跟我很搞笑的 驱防说 这些外园的盘子 不能够决定它们的实力 但今天有胖跟后 这么反到要去排阅 去決定他們的實力 是不是外圍賽通通不需要打 大家一起入決賽就最好 既然你覺得排名決定不到他們的實力 甚至今天有封說 我方股的三隊必然是弱的 但今天不是我方股 而是過了外圍賽的數據跟我們說 2022年世界杯慰例 如果當初增加了16個名額之後 阿邁加隊可以進入決賽 但他在外圍賽的成績 比起不需要抗篇 就進入決賽的加拿大隊 低17分 還有今天有跟我說的秘魯 其實今天秘魯不是沒有機會入決賽的 因為他打到外圍賽 他都入了副加賽 但阿邁加他今天輸了 比另一隊更強的隊伍 所以他才入不到 所以由頭到尾他們不是沒有機會參加決賽 他們有機會去參加 只不過他們實力不夠 不夠其他隊強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們要認真對 讓一些實力較弱的國家 最入決賽的 有可能我今天全場都沒有論證 譬如今天有可能說 創篇名額之後 大家進步的動力可以大一點 但我覺得今天就不明白 現在全場名額有32個 現在的隊伍是否全部都沒有動力 全部都停在這裡 不練球 不踢球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決賽中32個名額的時候 有可能都知道他們不是不踢球 所以原來現在的隊伍 已經很有動力去爭取名額的時候 因為有可能的利處根本不太大力 然後有可能的第二個戰場就是休息時間 有可能跟我們說 現在的休息時間無少到 因為只有56 但今天有幫我們看錯資料 56是計算他們在其他聯盟回來 關於入國家隊的時候的休息時間 所以真正的決賽中的時間 剩下39天 不但就是現在多了 多了16隊隊伍之後 32場淘汰賽 因為他需時15天 所以今天連國際中夾自己的研究FIFA 世界班 CATAP 2022可行性研究 將格式擺展至48隊球隊裡面都指出 48隊的賽制會導致球隊的休息日數減少 所以甚至乎今天有幫同學說 多了一場比賽 不是那麼大問題 但我來就是今天有幫同學 原來自己都知道 休息時間只有3天 但我跟今天主編都同了 如果休息時間少於4天 他們怕受傷機會 是增加6倍的時候 因為我通常不明白 休息時間會增加6倍 這個不是廢柱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原來有幫同學自己知道 現在世界班的賽制安排有問題 但今天有幫同學 解決問題 不是去調整好賽制 而是再加多很多比賽 令賽制安排更加緊迫 更加不合理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我們需要掌揭呢 所以今天有幫同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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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外面的方式會避免改定 正面相關有沒有問題 我記得在外面的方式開始 請正方看出外面的方式 現在32強的有質素球隊 又是0強的 未知在外面的方式是有質素球隊去參與 有關你回答我 我先問有方是否成績不喜歡進去世界杯的球員 都能入到決賽 有方不所謂的不喜歡進去世界杯的球員 是否因為他不是32強 是否等於他無質素 不是 有質素球隊入不到的時候 我們需要多少機會去參與 可能仍然不知仍他投入球之後 是 我知道32代以外那些不代表無質素 單單是他入不到32強 即是他不夠32強的人 為何你要讓他入決賽 有方是讓他入決賽 有可能有些小組賽 多些比賽才不是直接入決賽 因此這整個系統的機率 質素都可以保證 有方我對外面的問題很避難 第一次問我 第一次是認不認同世界 在世界足球發展的時候 會有多數 第二次是資源對投入球員 做主 方式說要避難打少許敵人 但他們要發展 方式很奇怪 難道現在只有世界杯一場足球比賽 他是不是沒有其他足球的機會 有方 首先我先不清楚資料 我剛才說的是他一入世界公司就有九百萬的獎金 無論他贏還是輸 一入小組賽就有九百萬 再贏會再多一點 而且你剛才說的擴編的問題 我和你講過 九百年的時候都擴編了一次 為甚麼? 因為當時這個世界反殖民主義 令到很多新興國家多了 所以世界捉協的會員國多了 所以就要擴編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潮囊正正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捉協的會員國都多了 為甚麼會擴編 我論是有關的逻辭是否他不夠 實在對鏡就不可以擴編的時候 那為甚麼?當然要擴編 其實現在很多國家資源都不夠的 那麼那麼多國家資源都不夠 你是不是都要被他們全部打小組賽? 現在是因為那些比較有力的國家都入不了決賽 所以我們這次打開了機會支援 讓他們可以入票 而今晚我想問你 那如果他們入了決賽之後就有多錢 那是不是有利於你的足球發展呢? 如果越多球兩日就越多收入的話 那全部球隊都入了就最多收入 那有可能會令全部球隊都入了世界會決賽嗎? 有可能首先是主要是決賽 第二就是有可能如果不想那麼多球隊入 那你可以再加多球隊 我們現在有可能就是在可行的前提之下 儘量多少國家去參與 有可能成不成年都可以參與到 對於全體體法是有利的? 有可能給我一個例子 哪些國家是變行制度入不了 但他很強、很有得數 你承認了之後就入了 有可能我和你講一個例子 兩邊竹兩界國 連竹兩界都入不了 意大利拿了四年的世界會冠軍 而且我跟你說 被拿的世界排名在二十多的時候 他都入不了四十八強 都入不了三十五強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不是例子 我都不明白了 他既然你說到那麼厲害 世界排名那麼高的時候 為什麼他打不贏任他國家呢? 有可能今天就是說 只要排名成九高就沒有之後去決賽 有可能把決賽減少到四強 今天就有質素 為什麼他排完高才入決賽呢? 你會不會給一個初賽圖 排了的決賽呢? 有可能我先說決賽周 再說有可能今天就是覺得 只要他實力不是最厲害的 就是32強 他就沒有資格參與上去決賽 即使他有質素 即使他有機會發展也好 他都不可以 透過就是無法去進步 對 我知道是決賽周 那問題是決賽周也要有實力才行 那現在想問的就是 原來跟你說那些國家不足以入決賽周的實力 那另外主要給他多些收入 其實你是否要全部沒有資源的國家 你都給他全部進入? 有方同學沒有穿初紅台 那其實有質素是入決賽周 當然是真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不是沒有質素的人 是入了決賽周 而是有質素的人 因為值貴不夠的問題 因為配合就是問題 入了決賽周 因為眼睜睜看著這些國家 因為制度問題沒有機會登場 因為他有實力 但是他因為沒有值位所以入不了 那如果他這麼有實力 為什麼他不會打贏另一個人 入了他的東西? 有方同學說 因為每個州份的配合 有不同的州份是固定的 例如他在這個州 就算他排名高過非洲那些 可能他在非洲這個州份 排名高過某些歐洲國家 但因為他值位不夠的問題 那麼他會入不了 有方同學做物理成不成 就是有方的資源和進步的理處 所以現在有方不理解 值位如何分配 就是如何分配 在那些州的國家 中的實力有多強去分配 所以如果那個州的值位少一點 就是如果那個州的整體實力 沒有其他國家的根拒 那今天是不是要大家 全部平方分一些值位 有方才是你想做的 有方說得好 根據世界排名法 所以就應該根據世界排名的轉變 根據世界出台的發展去改變 所以現在上次行為就是 正正做這件事 就是增加不足行的配額 有方來的 有方來的都補形到 一支的效果 有方來的效果 現在反方向 一分19秒 可以用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圓案是 有些名額如何分配 在那個州的實力 就是今天又很奇怪 他說那些實力提高了 但是他又反對要平方 我方就不平方 而你講到那些國家實力禁區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歐洲的值 擴充了之後 名額仲不是那麼多 其他州的名額 擴充了之後 不是那麼少呢 所以看到根據以來 名額都是由那個州的實力去分 不是根據那個球隊的實力有多強 所以再來 今天有方忘了 我告訴你 現在由其他國家 進不了決賽州 但我方就看到 有方所謂的秘魯 他就進了 有機會 但因為他不夠實力 不夠同州的其他國家 所以他才進不了 所以 最後就是 因為有方和我 就這樣跟我們說 休息日只選到3天 很沒問題 但今天問題就是 我方準備已經跟你們說 休息日只有3天 已經會增加他們的受傷機會 所以今天麻煩有方和我 跟我們下席 現在休息日少了 都好一點 球員都不會受傷 因為他依然狀態 好好打到比賽 所以今天警方同學問我們 現在2022年差 特別是 細加坡有哪些球員受傷 我幫他搭你 巴士的內脈 受傷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是 現時抗圈了之後 不單是確保不到 細加坡的質素 因為有 弱在必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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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見面環節 雙方見面有1分鐘時間 雙方見面有1分鐘時間 就要計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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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方向を望む 有4分钟时间,有4分钟时间 再一个位,大家好 以前足球的汉运动直直无闻 不要说国際赛事,连一场游规模的比赛都没有 到后来,喜欢足球的人多了 似乎有不同的比赛,令到更多人可以接触足球 而估众透过球员之间难分难解的竞争 不少人都爱上了汉运动 足球队竞技的情况亦都成为大众茶圆饭口的挂体 足球越来越普及,甚至可以说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 其实今天双方都想越前世界杯,将足球继续发扬光大 有方好天生都觉得增加了16队决赛队伍 方向人可以踢世界杯决赛就可以达到 但今天世界杯可可因为这样做越好有三大疑量 第一,足球员的休息时间够不够呢? 其实今天游方都承认本身世界杯休息时间不够 但游方就召加比赛,召减休息时间 但因为他们觉得休息时间也不太重要 但试想一下,今天经过全重困难,终于打上变量决赛 但就因为差劲太多,休息只有病了 即时打到半军赛 是因为失声说不到话,不能够参与冲景结果的比赛 觉得挺失落 其实球员和我们一样,都是不断训练才打到半军赛 因为拖鞋不抬,受伤,打不到,真的会好不甘 今时今日,世界杯可以成为全球的胜质 全难每一位球员的密贸付出 但他们的休息时间已经不太足够的时候 我们应该似乎帮他们增加休息时间 还是令他们一边踢球一边担心自己会不会受伤呢? 而究竟有没有帮助到推广足球? 有方说,抗篇可以增加国际足协的收入 国际足协越多收入就越多钱去推广足球 但现在有多不够收入呢? 有方从来没有论证过 有方也没有论证过,究竟增加收入之后 有多少队队真的可以入到世界杯? 在有方的世界里,世界杯缺席 应该只有48队人踢 而是应该比全世界所有球员 反正国际足协就有最多收入 是最好 我觉得都明白到香港足球的重要性 而今日国际足协的首要责任 到底是什么呢? 搞好它世界杯决赛 確保决赛的质素 当球员休息时间,有这个问题未解决 方便有降低世界杯决赛的质素 这个比赛不是在做得最好的时候 作为主办机会的国际足协 不应该控告冒远 而去处理好眼前的比赛 当比赛做得好的时候 再看看如何透过这个比赛去推广足球 3.能够确保比赛的质素 有方今天是盲盾 一边跟我们说过新队不弱的 很有实力 但又跟我们说过 放片之后可以给未有实力的球队进去 鼓励地进步 有方都成年了 而且会有未够决赛实力的人进去 如果今天新队真是金强 他们根本不需要来放片 他们都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实力 进去这个世界杯决赛 然后就来到世界杯决赛 以及给球队有进步动力的地方 如果今天世界杯决赛只需要给球队 尤其操球技能够更简单 有一个比国际足球正英分出政府 证明实力的鼻鼻平台 给公众跟上令人赞叹的战士和球技 当成细比赛的球队都能够进去 决赛就失效任何特殊意义 每个辩论员都希望可以打到决赛 是因为看过决赛对不因素的便技 令人动用的输辞 知道决赛的舞台是得来不易 就是因为不是一件人人都做到的事 大家才想打决赛 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其实今天世界杯都是一样 比足球员有一个充颈 他们就会有进步的动力 多谢华华 我们先去试试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美斯的竹检培职 但他有吃鸣肉就一点都不易 他是一个生长荷尔蒙缺乏症患者 他13岁都只有1.25米高 初常在家很穷 沒有錢退醫,連他所在的球隊都沒有錢負擔這一筆數 但幸好的是,美斯最後都成功加入巴翠龍馬千名隊 球隊都願意肯支付這類費 不過就不如過,都好像美斯那樣,就這麼幸運 事實上很多球過的足球隊都面臨著差弄多的情況 不要說球員有備,沒有錢就這麼極端 他們看到的情況,可能是球員訓練的錢不夠 請教練的錢不夠,可能連球員食宿的問題都成問題 不過有方今天就是管理放展後可以增加投入足球發展的資金 可以幫助到無數個美斯那樣的未來球壇新星 過度誇大這個幣處 總結全場,今天我們看看有方有些甚麼 有方今天很認得到我們有方的三大利處 今天有方的標準就是以實力去切粗 但有方的問題就是,今天我們加到48隊 一樣可以切粗,完全符合有方的標準 另外,有方也是假設那些身邊的隊伍全部都是藥 全部都是廢,全部都是沒有能力 還有,有方就跟我們說為何不加大一點的名額 還有,他們有能力就能組一組決賽 但問題就是,現在外圍賽的席位不斷增加 但決賽的席位就沒有變過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應該擴大這個決賽的席位 給他們多些機會呢? 還有,有方說過休息的問題 其實休息的問題,這個祝協的主席 一片裡都承諾會以保障球員健康為首 還有,今天有方都舉不到實例 是證明到是會有投影,因為這樣而受到影響 而投賽的數會下降 好了,還有來看看今天有方發了些甚麼的問題 第一,就是有方轉型視線兼事實出錯 今天有方跟我們質疑就是,是不是真的有9百萬 但有方今天是完全無法投影 擴展之後的確會多了資金 資源可以給予國家更多的機會 而會有空間去發展這個足球 這一點的確是一個離處 其實有方都知道 擴光的確可以令到參賽者的隊伍 有一筆可抵的獎金 就是9百萬,兼且再加足協的8百萬 即是1千7百萬的獎金 即是,幫投影的資源,財政支援多謝的時候 不是更大程度有利投影的發展嗎? 還有,這筆錢對於急需發展足球的恐怖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如果有方因為這樣,一些可解決的幣註 就抗起整個對這些國家足球發展的救命倒數 這樣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第二,有方就忽略了這個世界杯的深價值 今天有方就說,表出了很多可解決的幣註 但實際上,足協主席殷分天佑都說過 要讓大家關注未開發國家的前面 和令足球發光發熱 正正是世界杯,並不是只有傳統足球球 才可以參加的比賽 是一個不分膚色,不分語言宗教的比賽 今天擴展到48隊 代表更多國家可以參加這個世界杯 登上了一個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正正彰顯了世界杯的包容性和外表性 做一部宣揚透過足球 我門團結的世界杯精神 難道不為力處嗎? 第三,有方輕視了球隊的實力 今天有方輕視了很多有實力打不夠強 或者有水準不夠穩定的球隊 今天抗軍就是這些非傳統的強隊 打開機會之門 以前他們不能有世界杯 永遠都是魚腩隊 永遠都沒有機會進步 他們連希望都沒有 保試的日子會進步 像卡塔爾一樣 小組賽第一場輸2比0 第二場都是輸2比0 第三場都是輸 但他們終於人作一球 對於這些新興的隊伍 他們的表現可能都是平不平 但今年贏到一球 可能下屆比賽就贏到一場賽事 再下屆可能晉身多一個回合 所有球隊向來都是一步一步成長的一波 再希望有方可以放下實現 真正為球隊著想 為球員著想 給予他們一個機會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一起創造一個又屬於世界 又屬於彰顯到我門市一體的世界會 多謝各位 表現教育出的三位 再分別給予分數 其他位結30 其他位結20 其他位結20 其他位結15 其他位結15 其他位同學不成 其他位結15分 改之後 仲會收集 不可以分子 按最евой 推進 trump 轉向 。 正反相當可以告派一位台下領域 再加速計算過程 好 現在先證明香港議員會發表 中文財務局局長 未知一時的位置領域 衛生局局長 謝謝 大家放一下 我放一下 因為我講完不記得 所以我們要首先來開 請多謝兩位平均的我先 我也是在這裏邀請 場比賽由主線開始講起 我覺得今天正反方開出來的主線 是幾個場比賽的見題要求 我意思就是主線很平均 所以當大家拼了這麼平均的時候 致勝關鍵是大家去到後場 要去演繹主線 和雙方如何處理對方的主線 先說正方 今天正方說主線只有兩件事 第一是錢的問題 第二是補給的問題 其實補給和錢 其實補給和錢都是相關的論點 就是你多資源 藥品都可以發展 但是就著這個說法 其實有個地方我會有少許質疑 例如你去講到那些很窮 你講到那些可能踢球已經沒有鞋 沒有發明那個程度 到底你這個決賽州 你本身它的傳統的目的 是否為了去救出這些狂女 它不是的 它是想去credit一些強女 那到底今天那些人踢球 沒有鞋子 要跟牛、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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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你舉到那些國際的援助 是幫這些好弓的足球隊發展到給你過 到底捉協除了credit的人 有32年代之後 那些錢會分配給這些超弓的目的隊 如果你不能舉到那些人 也會給你過 所以這個戰場用資料是很不該處理的 第二就是普及的問題 這是其次另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今天就是反方的這個概念 任何比賽都很容易出現 譬如說 抗戰之後多些人受惠 反方就質素會低了 任何東西都是這樣的 例如你讀書都是,你Band 1的東西,可能有30間,就讀一間Band 1 中間定的情況是質素會低,所以就要衡量利位的問題 但今天政方為何去決定利署呢?你的說法就是,因為有一些隊 可能因為他的表現不夠穩定,而到尖游不到30年 但這個說法是否能夠探索到反方對你的質疑呢? 因為反方的說法就是不夠強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政方你除了說希望多有隊員會參與之外 你背後也有更加合理的基礎,舉例,例如辯論做例子 今年的基盤是120隊,抽80個名額這樣 80個名額本身的合理性是怎樣呢? 如果現時香港學界辯論的情況,對數應該是200多隊 80個名額不夠合理的比例,或者反過來 當現時香港辯論到30個名額的時候 我的比例是50個名額不夠合理的比例 所以我建議就是,除了說他的利處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解釋 本身30、48個名額本身的比例是原始怎樣的比例 賴其波人的比例是屬於我們要維持回 由1930年可能大概是兩成的隊員進入決賽咒 我們去到2023、2024年、2022年都希望大概是兩成的隊員進入決賽咒 所以需要調整那個隊數去配合這個隊數的擴張 這個擴展的合理,就算你最後論證不到 你要補給你的錢,最起碼真的符合了 反方說到那種中球的質素的標準 你知道嗎? 我唯有獲勢就是為了維持這個質素 所以才去擴充這個牌 而不會令到部分的隊員明明已經明顯前流 但是又不能收入入境內 這一點的比例是有一點的 而這個部門是有聽過的 在Holtrack利用的硬性就是有一個 那麼到梵方 梵方就去講一些質素上的問題 以及受傷的問題 你問我呢,我覺得受傷的戰場打得比較紅 那為什麼呢? 因为在受伤的战场上,你去运用对手的资料,运用自己的资料比较好 例如这三个人是做得不好,但应该是反应的 第二个就是比赛的质素问题 我会觉得这个战场双方的交通是不比较多一点的 但是为什么我都会觉得反方做得好呢 是否反方这更加实际的例子会出现了 例如它会真是折出到,到底如果我们用卡坦面做例子 如果在卡坦面的情况下变了48代,真是很明显中投的分数和其他差距大一点 而导致我的质素是保障不了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可能正方看中投的质素和反方都要强多一点 然后就是一些比较零声的说法 如果今天的正方会说波是原的,或者是为了更好的资源分配 所以你要抗战这个材质 其实波是原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可能要多一点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波是原的背后,你见他的说法 就是因为赛果很难去预计 或者我们不可以单击一两场的赛果去决定对方的质素 但按照这个说法,其实不论是几个强,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任何一个编制的数量都会出现波是原的推论 那么决赛就应该可能帮人去抽 即未必是按照比赛的排名去决定 所以可能正反方都可能会想一想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这些反应上的问题 我觉得正方做得好一条方,就是它是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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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而你差不多每个位置都会重复一次 但是我见就是,你的论碟除了它是一个论碟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可能它有一点复复免的时候 你将它转发成五号份的问题或是提问 会更加容易可以创造反方的一条方法 例如按照反方的这个标准,32代,很正 但是按照它这个维持终合质素的概念 为什么不是受复呢?为什么不是发力?为什么不是再细? 是因为反方都清楚,它要平衡的,不单是质素 也要平衡你的保险 那你拿到一个论碟之后,就是论碟是概率的 所以你们拿个论碟就是,因为双方都同意 那个代表性是很重要的,你才可以证明它 那为什么你真的有代表性不太重要 觉得质素是完全零件的话 那就应该不是30元,应该是压扎的一个B牌 那就是脚队的进步一样的 那可能正方需要的,是更加多个例子 例如是,有什么队 你会觉得它,应该这么说 反过去想,到底决赛之后有什么感动的地方 而令到你会觉得它可以帮你弱去进步 例如,它的曝光率会高很多 政府都见到,哇,正 决赛就是给你很多钱 或者是国民的支持会更多一点 更多人喜欢投身足球这个事业 这才能够让它容易去论正一样,它会进步意义 未必真是很依赖于它给1980元 因为,香港的问题 因为本身,那900元是几点强度的 不是比一些特别强,不比较弱的 我举例,例如学校给奖学金 那些学生是因为读出年 那我们不会说,我们将读出年 因为大家可以承认,你一个部分拿进门的人都可以受惑 因为你拿进门或者你拿最基础的社会福利 是因为你学习,不是因为你不输 就是两个人的学生标准 所以你们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但这个评论就在这里 那我们交给成贾了答应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现在最后请客中心 客中心来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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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因为我们看这条面题 因为我们现在是说32个民族事物化 我自己看,我会看到反方会问政方 究竟为何是越阶化呢? 为何人不可以六四? 为何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世界 有什么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但我觉得政方在处理 为何是越阶化的这个位置 做得不是那么多 所以当反方的问题是为何不能六四? 为何不给所有人? 但其实你们的回应 在这方面 回应得不是那么多 或者那个居住是比较少一点 但其实这个位置是 不得你们再去说多一点 因为你们是政方 你们有政策 你们应该是说到 为何要是小白 为何不要去评议 为何要加上六四? 这个位置 我觉得就是你们要去 再解释清楚的地方 然后 然后 这个东西 就是 多多分 这个东西 就是刚才 我自己看 因为你们两边 都是 这边说错了 这边就说到 高度性的问题 但其实 反而在休息那方面 这个问题 是他们主要是否会认为 但正方 那回应 我觉得 可以再去想多一点 为何可以打休息 比我来打好一点 因为正确 我们现在看法律 就是 他生肥内 已经少了一阵的时间 那为何能够 这边说 因为变成了四八道路 而又再四八道路 而又再四八道路 他们都可以 有一个 本身的一个正常的表演 那这个位置 是 你们需要再说的 而这位置 也是难不说的 因为始终 赛期第一 你不可能说 我们是小灰 现在变成四八道路 所以 你就要加长 整个的 变成的时间 那其实 是很难说得到的 因为始终 他有很多国家联赛 又要打 很多执文研俱 那你如何去平衡 这一件事 我觉得其实 你们需要说的 你如何去衡量 我试试休息时间 可能会再缺席 或者我如何能够 连到这个位置 或者我如何能够 衡量得到 許多时间少了都好 我都要继续促编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 正方可以 再去补充 再缺席的地方 我觉得 正方的地方 都是好的 然后 你有没有拿到这个问题 就是 因为始终现在 越来越多国家联赛 都会 即是 即是 你越来越多 队伍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去 令到 不同的国家联赛 都可以 有多些机会 去参加 这麽大型的赛事呢 那这个位置 就是为什么 他要去增添的 其中原因 那我觉得 你们有很多 重要的地方 就是始终在这些国家 就是 他其实不弱的 只是 他的实力 未必是 真的 那么稳定 因为 始终我为错 有限 你不是可以和他 互相打的 那你怎么能够 确保到 就是 他只是未必 那么稳定 可以 入到三菲屏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可以 入社会上呢 或者是 你有很多周困 可能是 令他 不能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一定 去说这些 或者说 你要去增添的时候 我会觉得 是合理一点的 就是 你告诉他 都可观性 不会因为 增添了 而降低了 但是 我也想给你更多 例子 我用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地方 其实是值得出的 但是可以再说多些 而 反光呢 反光呢 其实呢 反光的反映是 挺快的 回应 是不错 是挺好的 也有一些唯一 是可以 再做好一点 那 其实呢 两边呢 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 都很清楚 究竟现在 赛制变化 会有什么的影响 会有什么的不同 其实你都觉得好 我觉得呢 反光 有些人做得好 就是 你知道就是 赛兜本身 其实是 很多日子 已经是 已经是 不少日子 就是要打三菲 但是 如果你要再去 那些时间的话 那就会令到 他们那个 受伤的机会 再加大了 那我认识 其实这些问题 是好的 那都 在这方面 那个环境 就是针对着 休息的问题 的环境 是 我觉得 在你们整个事里 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 说休息 那样的事情 那还有呢 就是 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 再去想多些 因为赛兔 其他比赛 其实你要令一队球队 有进步 或者他可以有多些 磨研的机会 其实有很多联赛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我们要给这些机会 这些队 可以在世界杯 有多了机会 入 贴在周围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你们可以再去想的地方 就是 世界杯 證明 證明说 很有代表性 好想它多元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不可以 加到四十八队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 给多些队 有这样曝光的机会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多了 那些 那个长征的意义 或者它的重要性 其实你们可以再 放多些出来 那它告诉别人 就是我们不应该 随意地 这样加上它出来 可能这个是会对世界杯 它本身的特殊的地坏 或者依然是会担加各父母的影响的 那其实你们在这个位置 都可以再放更多的 那我答案就是两个难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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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就可以了 去观看 最重要的是小姐 我们参方的建议 是 参方都续得很好 每天10天的内容 主要都是補充 少许 那前面那些 我再重一幅 那首先是制建国 制建国在主线的建构上 我會有一個位置有少少疑問 就是講一份淺的問題 就是說每一個國家 入了小組菜就有獎金 如果多了國家入 多了國家會有獎金 這樣就可以發展到一些足球 但是其實那個健身是怎樣呢 我就會想其實那個餅是這麼大的 真是沒理由說 多了國家入 就不知道有預算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太現實 所以其實分題會發生 最有可能發生 來自行將每一個國家的獎金削減 這樣才可以在一個餅裏面 去滿足多了國家收到獎金 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會有少少不疑 就是你這樣說是不是真的會成難 就是我們由30年到48倍 48倍全部都有900萬美金 這樣真的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有時候我會聽到 四位面原來有些萬元的情況出來 第一樣就是 例子就說 正主開麵 就說900萬美金的獎金 然後結片我聽到1700萬 所以我就聽到會有些不連貫 第二就是 3B的時候就說到 就是你之前就說 排名是不可以代表他真實表現的 就是可以 即使他原始啦 但都有可能大難的情況出現 所以就算他排不快 但是他在賽中也有可能大難的 所以他都可能是一樣的 這就是你之前就這樣說 因為3B的時候就說 有一些 內圍賽的國家 其實他們排名都很高 所以他們都應該有這個賽 這個就會有 就是排名到 代表他真實表現呢 這個就是有些不連貫的地方 然後去到反方 反方我覺得有一個可以進貫的地方 就是成長推進 我覺得有些不一樣 這個理由主意 開始就說 質素和受傷問題 去到一貫 二貫 二貫 都盡量是用同一個邏輯 同一個推論 它說同一樣東西 當然一方面 我可以說是連貫 但另一方面我就會覺得 可以有多些推進 會令我成長比賽更精彩 接著 大賽方面 謝謝你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嘉賓的名獎湯 今日最嘉賓的名獎湯 是馬芳二貫的名獎湯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局票位0 馬芳局票位3 話說今天勝出的是 馬芳家樂社書院 謝謝 謝謝 現在請回家 再度自大貫 再度自刊湯給大家 確認 大貫 進行 夏天